日本是不是已經開始擺脫通縮 他們第二屆GDP濟增年率有6% 其實比美國跟歐元區都更好 所以陳彥現在是強進日股ETF的時機 當然對日本政府來講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宣告 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誰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 經歷25年的通縮 現在接近終點了 這25年的通縮代表著 是物價持續的下滑 薪資水準沒有成長 以及房價停滯的一個 長年沒有發展的一個現象 不過日本政府 還是稍微比較保守 我跟日本人的個性有點關係 因為他說有望擺脫 他也還沒有宣布 我們正式擺脫通縮了 因為他擔心說 如果我們這麼積極的 去宣告這件事情 會不會讓過冠苦日子的人突然之間 他的生活行為會產生一些改變 他們也希望逐步的轉向 進入所謂的通膨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當然這個25年抗通縮之戰 應該即將進入轉折點 為什麼 我們從最近整個GDP的一個數字來看 你看22年第四季的時候是0.2 普遍來講如果你經濟成長率不是負值 或是小於2 甚至只有1點多 甚至接近0 都代表經濟成長的力道非常的弱 但到了2023年Q1的時候 日本已經來到3.7了 已經來到3.7 到了第二季竟然衝到了6% 衝到了6% 所以大家看到了 也開始資金大量的進入 第一輪就是像巴佩特這一類的 大量的ETF進來投資 現在大家開始第二輪 就很多人開始在問 有什麼股票被低估 還有什麼好投資 匯率還不可以 你看現在我們有所謂的日經225 不管是國泰元大的ETF 其實今年的漲渠都很驚人 這個都20幾% 對 所以現在類似的基金的投資 也開始引起大家的關注 這是第一輪是ETF 接下來大家就想要更主要